中文字幕 李宗盛 现在我们吃的东西 看我们家这个黄皮果熟了 那家买 黄皮果吃不完也可以拿来做菜 今天我们来做个黄皮焖排骨 走回家 食材也非常简单 排骨两条 黄皮我们来摘十几二十个就可以 我们家这个黄皮果它不酸 所以可以多摘一点点 太酸不要下太多了 加点盐 清水浸泡一下 洗干净的排骨一定用控干水才能来腌制 来加一点薄盐 再来一勺酱油 蚝油 生粉来一点点 再来一点食用油 把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让它腌制一下 再来切点配料 来切一个蒜头 再来切点姜粒 冲断 洗干净的黄皮果 来把盒挤出来 保护感省去这一步 三哥在车就没法入了 哎呀呀 不要喝掉 这个太甜了 锅烧热下油 油烧热下排骨 先开中火把它煎至揪香揪香的 一面煎好 放进一面 排骨煎至两面煎完后 中间来烧热洞 把蒜头姜放进去 把蒜头姜的香味给它爆出来 再加水焖 水又抹过排骨 盖上盖子 让它焖煮15分钟 排骨焖了15分钟 来把黄皮果放进去 再来加一点白糖 双中带甜 调和一下 盖上盖子 再焖10分钟 让汤汁收干一点 焖了10分钟 这个汤汁快干了 要注意观察一下火候 如果汤汁快干就可以了 把葱段放进去 翻炒均匀出锅 黄苹果 它有一股非常特殊的香味 用它来焖排骨 这个排骨吃起来不腻口 也不油腻 而且吃过后 喉咙会有一股非常回甘的味道 特别的爽脆